骚货 你不就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吗 老子今天破了你的相 让你变成丑八怪 一个书丽撞见自己的小气头和汉子 当场却敢怒不敢言 只能对着门口的树洒气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唐谋 万卷在凶 岂能为一个辅导人家 又失大体 没想到这书丽还颇有君子风范 说吧 他便愤然转身而去 等这对狗男女出来时 门口只留下了一把破财刀 树里的老婆见此惊醒 非但不害怕 还嘲笑起树里是个软包子 绿帽子都戴在头上了 就只有这点能耐 说完又牵着肩服回了屋 与此同时 在宋慈这边 还在不知疲倦的看着卷宗 到了饭点 王图夫来送饭了 却被一旁的竹鹰姑叫住 他心里握着火呢 你还是别去惹他 先放一边吧 哎呀 一凉就行了 我已经当他一回出气筒了 你要是再想去当一回 你去吧 原来宋慈查遇过卷宗后 发现这县里 经吴大人查办的案子 全部都是些糊涂账 被忍不住的大动肝火 一旁的王图夫和竹鹰姑见状 忙在一边唱起了双簧 两人一唱一和怒骂公关 终于是让宋慈心中的气息了些 这时宋慈才坐下来 稍作久起后 宋慈又将目光 转移到曹沫的案子上 真乃是古代兢兢业役的打工人 而打工的路上 总是充满了艰辛 对于宋慈来说 查案的道路就是如此 因为此时在大佬内 吴大人主动找上了曹沫 未必他绝不可翻供 不要将宋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 随后吴大人好心提醒曹沫 如果他翻供再次接受这刑法 就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住了 曹沫回忆起挨板子的感觉 吓得慌忙摇头 随后坚定地表示 自己绝不翻供 杀了老王的人就是他 吴大人文言 心满意足地向曹沫许诺 只要他不翻供 吴大人就可以保他一命 曹沫文言瞬间就定了心 但关老爷的话 几句真几句假 这可说不定 因为宋慈查阅卷尊后发现 三天后就是曹沫原定的处决日期 虽然他不是很确定 曹沫一案是否有冤屈 但当时在牢房里 曹沫在恍惚间否认了自己杀人 宋慈因此断言 曹沫脱河而出的那一句 我没有杀人 应该才是他的真心话 宋慈即刻下令 让王图夫去衙门 拿曹沫一案的证误证词 而王图夫前脚刚走 吴大人就拿着一捧卷宗 笑得一脸缠媚的走了进来 难道他是来四头罗网的 撒一个谎 要用一百个谎来圆 对于此事的吴大人来说 正直如此 但他自认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所以他便自信满满的 带来了曹沫的卷宗 亲自交给宋慈来查阅 还就是这桩曹沫杀人案 眼看刑期就要到了 所以想请提琴大人 帮卑职俯正俯正 宋慈接过卷宗后 便要求吴大人 拿出当日曹沫杀人案中的尸检报告 而当日吴大人在赶到凶杀现场时 尸体已经开始发愁 所以他只是随意的调剂 盖在尸体身上的草西 草草看了一眼后 便告诉书丽 记录下死者皮肤诸血 为力气所伤即可 尸检报告可以说是相当的敷衍和随意了 打工可以摸鱼 但是在面对人命关天之事时 吴大人这样的态度 就显得非常的不负责任了 而送此件尸检报告上 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大字 切得将手上的报告一把甩到了桌上 面对自信满满的吴大人 就是一阵痛疲狠疲 吴大人忙为自己狡辩 当时他的确是到了现场 认真地勘察了一番 这老王的确是死于利己 并且除了事件报告的支持 还有一个确凿证据 可以定曹沫的罪 那就是曹沫杀害老王时所穿的衣衫 沾染上了老王的血迹 吴大人言称 这桩案子绝对不是什么冤案错案 宋子文言切得差点蹊跷冒烟 但是曹沫这案子如果不犯案重审 那就会有人因此无辜丧命 所以思虑再三后 宋子决定先到当时的案发现场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用的证据 虽然此案去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 但以宋子的能力 说不定就能从一年后的现场 发现蛛丝马迹 成功为曹沫翻案 桌奸还找个伴 这梳理做事真是别举一格 正因由此打算 他便在宋子离开 去检验现场后 才鬼鬼祟祟的出现 叫住了正准备回屋的竹银姑 要求他和自己回家捉奸 竹银姑可不想参获这种事 转身就要关门 树莉却表示 这和一起命案有关 竹银姑必须和他一起去 也好做个宪政 竹银姑想了想 撂着个树莉老头 也不敢耍什么花招 于是便跟他一同前往 很快两人就尾随着翠珠 一路来到了一所宅子前 守株待兔 而宋子这边 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刚到现场 他就发现了问题 这里是河流的下游 也不是什么杀人欲获的好地点 这里绝对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要说这尸体 极有可能是从上游飘下来的 可吴大人却表示 当时他将翠珠叫来现场认识时 陪同翠珠一同前来的王媒婆 将此案的真相说漏了嘴 经王媒婆口述所述 一年前一日 翠珠来他店里买瓜 意外撞见了曹默 曹默这人生醒风流 看到生得漂亮的翠珠 立马就动了歪心思 对他是大显殷勤 翠珠自然明白死人的小心思 便不想再和他纠缠 就匆匆离开了瓜果殿 当时天空突然下起暴雨 当时的翠珠正好摔了一跤 曹默赶忙上前扶起美人 有了这么一段信后 曹默的心更加不安分了 曹默再次找上王媒婆 甚至不惜跪下祈求 只要你能帮我遂得心愿 我曹默人 一定大理哄泻呀 但王媒婆不能拆了人家的家庭 这翠珠可是有夫之妇 曹默就算是有一百个心思 也不能去抢别人的老婆 可这曹默就仿佛魔政了 听到翠珠以为人妻 便愤怒地吼叫着 要杀死翠珠的丈夫 一旁的王媒婆文言 觉得这柔弱书生 真是讲大话不怕咬了舌头 便讥讽嘲笑道 你杀呀 你杀呀 你这个读书人 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 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四 不出三天 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 王妈妈 一言为定了 而在这短短几日后 这老王就死了 所以吴大人由此断言 曹默铁定是杀人凶手 不过宋慈却不这么认为 很快他下令 让手下带来发现现场的第一人 谭次 当宋慈询问谭次 是否是他发现的现场时 谭次却否认了 他只是报案之人 但不一定是第一个发现现场的 因为这河流靠近马路 路上人来人往的 说不定别人早就发现了这尸体 不过是没报关罢了 宋慈文言眉头微醋 然后让谭次好好地组织一下语言 回应一下当天 他发现尸体然后报案的经过 而随着谭次的讲述 宋慈就怀疑 这个谭次具有重大嫌疑 具体宋慈从哪里看出了问题 这个我们下一期再说